12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健康教育劳工和养老金委员会 举行有关疫情的听证会 白宫抗疫小组重要成员 美国著名传染病学家福奇远程视频连线参与 福奇直言 新冠病毒在美国造成的实际死亡病例数 肯定比现有统计数据更高 他还以纽约市为例做出解释 眼下特朗普正沾沾自喜于 美国全国范围内的数字都在迅速下降 急忙催促各州重启经济 对此福奇发出警告 对于持续在攀升的确诊病例 福奇还说了个坏消息 尽管美国正在研究几种可能的疫苗 但并不能保证疫苗真的会有效 福奇同时还提出了 疫情在今年秋季出现反弹的可能性 福奇还强调 在研制成功前 美国需要继续努力 减缓并控制疫情 对于福奇在听证会上的一系列言论 美国参议院承认 福奇的证词与特朗普政府迅速重启经济的想法不一致 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 12号也向特朗普隔空喊话 抨击其对疫情的反应如此滞后 12号白宫发言人麦肯尼表示 副总统彭斯在其新闻秘书米勒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后 决定接下来几天与特朗普保持距离 是彭斯个人做出的决定 至于要保持多少天 由副总统自己决定 另据中心网援引美国媒体报道 美国纽约州长科默表示 纽约州有大约100名儿童 出现类似川崎病和中毒性休克松和症的症状 纽约州的医院应优先对这些儿童进行病毒检测 外界担心这是新冠病毒变种 可见美国疫情还不到能完全放心的时候 对于特朗普政府抗议不力 还频频玩甩锅把戏 美国各界越发不满 《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称 当其他国家正在战胜病毒 并以负责任的方式开始复工复刻时 美国扮演的却是失败者的角色 特朗普政府已放弃控制疫情 企图强迫人们复工 却不提供任何保护 报道称 这是一场得到国家批准的杀戮 特朗普政府认为 可以接受每天有2000个 本不该死的人死去 他在故意牺牲老人 工人 黑人和拉美伊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市长 霍格赛克受访时称 特朗普现在就说取得胜利 就好像马拉松 刚跑到10英里处 就开始欢请胜利 现在美国群众对于抗疫 以及是否要尽快复工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深 一方面有一部分群众表达出了非常强烈的想要复工的意愿 认为这个病毒只会影响到老年人 那么他们更想要恢复工作 恢复自己的收入 所以也给了政府非常大的压力 但是也有另外一部分群众 他们的意识更加觉醒 对美国的抗疫措施非常的失望 在过去几个月内 我们可以观察到这部分群众一个比较明显的情绪转折 因为毕竟确诊和死亡数据是不会骗人的 我长期观察纽约时报专栏下的评论 其中最受支持的留言 由早期开始质疑中国政府的抗疫措施开始 到美国疫情爆发之后 变成了质疑美国政府抗疫上的消极无能 进而也质疑到了美国国会 在大规模的救助中 却重点救助的是美国的资本大公司 而无视老百姓的生命和财产 还有质疑美国资本现在 想要给予复工草菅人命的举动 甚至于质疑整个美国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这一种情绪现在在美国群众中也是比较多见的 那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觉得接下来势必会看到 美国政府将会更加迫切地想要转移矛盾 由国内转移至国外 那么在美国政府这样的举动下 接下来美国国内的分歧也会更加的显著 感谢观看